你们知道要去哪儿啊 你快告诉我月光榜号在哪儿 阿爷 你先告诉我 我到底该怎么敢做体练的猪八戒 我现在根本控制不了他 你帮我想想办法呀 别急 我们一起想想办法 你先告诉我 你现在是怎么战胜猪八戒的人格 在跟我对话的呢 我 我发现啊 猪八戒啊 她人格总是分神 脑子经常空白 有的时候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就靠这个 空心躲毁我自己的身体 但如果她一留神一回来 我就又被压进去了 想什么呢 猪八戒 没事 等会儿她再冒出来的时候呀 我给你问 好 大志向 我们怎么停下来了 快走啊 等 等 等 八戒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在紫霞的身体里面 感觉怎么样 太美好了 我现在没有了这个大肚子 我走路的好快呀 而且这个猪鼻子也没有了 空气都清醒了好多啊 最重要的是 你拉着我的手的时候 我感受多了爱情的力量 越是这种手 你应该高兴才对呀 大师兄啊 你不懂一只猪的思想啊 我曾经患上过无数次 自己是个俊男 如今到了自侠的身体里面 虽然她是个美女 可是我还是觉得自卑呀 这种紧急的时候 你还有空自卑 应该享受 我一直怀念我的猪面孔啊 我担心 如果万一我换不回去 我接受不了啊 别问了 让我哭一会儿吧 怎么样 她说什么没有啊 我明白了 每次你冒出来的时候 都是猪八戒 黯然神伤的时候 她是因为你的美 而感觉到自卑 真的啊 说得我好高兴啊 不行 我还是要躲回自己的身体 为了月光宝盒 孙悟空 我终于追上你了 青霞 她多久没见 你怎么变成这样啊 别打厂 月光宝盒呢 忘了拿了 我不骗你的 等等 你拿月光宝盒干什么 跟我远走高飞啊 死飞活 你别拦他 原来是这样 肚子好痛 我心里好痛 这死猪肯定是吃坏的肚 哎呀 他就是装的 你又在装吗 这么痛苦的事情 我装得出来 自华 我们俩还在佛祖那相依为命的时候 我最怕的事情就是生病了 每次交班的时候 你都会给我准备好药丸 和叮嘱的字条 难道这些你全都忘了吗 既然你们是姐妹 又何必自相残杀呢 你把宝盒给我吧 姐姐 你忍住 我给你点血疗杀 她是不会和你远走高飞的 你骗我 你这个人 最大的缺点 就是心态软 我只是给你个教训啊 为什么会这样呢 月光宝和明明是我 为什么你们每个人都要强调